上繳金額作為你個人支持的使用 新竹市長選戰戰果燒到國會助理薪資 林根仁指控高鴻安要求助理上繳款項 作為個人支出 因為花費竟然包括製妝費 以及洗頭費用 包含了製妝費 委員洗頭購買產品 限量日系玩偶 加黑糖香五茶 卸妝棉 買什麼晚餐午餐 還是說有一些洗頭的費用 我在跑行程或者是 有一些相關的助理代電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先 就是幫我代電這樣的費用 但是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行政主任會會整 一起來跟我做這樣的清款 絕對沒有私用 他還沒有違反各自 先回答這個問題 他已經拿來收集來了 所以人家為什麼做 這台灣的水門案就是這樣 很多爆料資料是 連我們黨部也沒有 立委員也沒有了 從哪裡來的 他都不可以 在動用國家機器 不可以這樣 高鴻否認私用 實際求證立法院 立委辦公室公費助理 預算約四十二萬 可聘請助理人數八到十四人 這筆錢就是助理薪資 不需再透過立院合銷 而從公安授權 公督盟公布的資料 可以發現 除了第一會期聘請九人之外 其他會期公費助理都是十人 平均薪資四萬二到四萬五 只是為何助理薪資 又多了一筆要上繳的攻擊金呢 如果今天它是變成是需要助理來回捐的部分 可能樣態上要去了解一下 是否有比方說不樂資捐 林根人公布的高鴻案支出細項中 這比二零二零年的勞務支出 領款人因為沒有充分遮掩 也被猜出疑似是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林佳新 他坦承這是二零二零年資料 當時是自由聲曾經接案處理文稿 隔年才重回國民黨 完全沒有忠誠問題 封城炮火四射榴彈意外 波及自家人